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lwin的CSS的课程 今天是第五期 不过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边白与边框 今天我要给您介绍一下 最重要最常用的两个概念 边白与边框 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做过所有的项目中 可以说用的最多最多的CSS样式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熟悉Telwin的CSS框架中的 边白与边框的使用方法 这个是没有之一的重要 咱们马上看一下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它两个官方的文档 这个文档讲的也是非常的好 咱们看一下 概念其实很简单 使用也不复杂 就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大家请看 加个P 对吧 余白 我升到0 说明我上下左右的余白变成0 变成0.5 变成1 对吧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您拿回来就能用 它用来干什么 它用来 它用来间隔两个元素 或者说两个要素的距离 好不好 它是负责内部的边白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给您说的这个边框 它是负责外部的边白距离 好不好 大家请看 它们两个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 P是向内扩张 M是向外扩张 没关系 听不懂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例子 OK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一段代码 好不好 咱们就运行一下 这也不就运行了 咱们拷贝过来看一下 拷贝到我现在测试的代码去 好不好 存一下盘 然后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几个标准的DNV 对吧 分别设上了背景色 对吧 其实大家请看 设背景色也很简单 BJ加上一个什么用设上 对吧 OK 然后大家请看 咱们每一行的标题的上下左右 其实都是没有边白的 而且上下左右也都是没有边框的 那么咱们就给这些个小标题 加上一些个边白和边框 但是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看我这四这个位置 这四这个位置 为什么跑到右边去了 对 四这个位置 我要给您演示 如何增加右边白右边框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故意把这个四这个位置 做成右对齐 这个也就给您讲 讲一个知识 咱们如何做文本对齐 对吧 Test减right 对吧 同理 Test减left 就做左对齐 对吧 Test减center 居中对齐 对吧 OK 这个怎么讲 一通百通 对吧 OK 那咱们就规划一下 这些个样式 看看能不能做到 边白与边框的匹配 好不好 马上开始 走 咱们下面 咱们先来这个padding 边白与白 其实这个margin跟padding 咱们怎么翻译呢 翻译成边框边白与白 其实都差不多的概念 好 咱们试一试 我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整一下代码 好 存一下盘 OK 大家请看 下面其实和上路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加呢 怎么加 大家请看 比如说第一个 网站标题 对吧 那么我给它 这个css位置 咱们加上一个p-10 p-10是什么意思 p-10是说 让我的这些个文字的上下左右 都有一个编白 好不好 咱们看效果 但因为它是左对齐 所以您看不出 它又效果来 我放在最后面 放在最前面 放在咱们背景色的前面 好不好 空下格 存盘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我网站标题还是个标题 但是上下左右 已经空格了一块距离 对吧 对吧 这个就是编白的作用 咱们比如说我的地址可以不挑十 挑几 挑多少都可以 这个是它内部的规定 比如说我挑五 看这是五 对吧 这个五是十 您用什么数字呢 大家请看 它在官方文档中都给您写出来 这些是默认的给咱们的数字 几乎能够达到咱们所有设计网站的效果 它都给出来了 所以说不用担心说 我想用一个数它没有 不会 它都会给咱们设计出来 好不好 OK 咱们第一个p-5 是看上下左右的编白 对吧 咱们接着往下走 咱们再走 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我下面要用pt-10 p是上下左右 pt呢 对 这个t是top的缩写 是上面给我画出一部分编白 给我腾出一部分编白的意思 咱们试一下 好 大家请看 我上面是不是多了一段 能看到我鼠标 对吧 咱们是不是上面多了一段编白 对 这个pt 这个就抛砖引玉了 对吧 咱们top行了 那么live的行不行 right的行不行 完全可以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接下来做pl l什么意思 live的 咱们让l多上10个编白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这个3的这个位置 它的仅仅是左面多出了一段余白 对吧 您说这个概念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对吧 在咱们设计网页布局内容布局的时候 咱们经常会多点编白出来 多点余白出来 调整一下像素之间的 元素之间的位置 对吧 用它们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咱们做一下右边白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右边出来了 没问题 4这个位置 然后 我想问大家 下边白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那当然能做了 对吧 怎么做 必呗 对吧 一存盘 大家看4这个位置 出现下边白了 对吧 我只不过今天没有给您举下边白的例子 那么举什么例子 大家请看 咱们不仅可以设置上 左 下 右 各自设置 同时还可以同时设置 什么意思 比如说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设置px 等于10 是什么意思 x是横坐标 它代表 左右边白 同时设置 太棒了 咱们试试 存到这个位置 当然 您现在看到的 设置左边白 其实它右边白 同样也设置 如何证明 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text变成right的话 大家注意看 5的位置 大家请看 它往右对齐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段编白的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px生效了 它同时设置x卧标的左右的编白 没有问题吧 那么左右能设置上下 完全可以 大家看这个 下面px就是干这个用的 ok 拷贝过来 注意看 咱们6的位置 仅仅设上下编白 对吧 通过我给您这个例子 您是不是就活学活用了 对吧 可以设置单独的上下左右 同时还能同时设置左右 同时设置上下 以及下左右 同时都设置 有点绕口令 都能做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不好 这就是它给咱们带来的 非常强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最后设成这个下编白吧 这就是他们给咱们带来的强大而且方便的地方 当然了 我现在给您讲这个padding 包括margin 它不是Telwin的独有的 像咱们用的其他框架 CSS的也都有 不都trap它不就有吗 对不对 OK 这个给您讲是padding 接下来 我再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margin 为什么叫简单的演示 是因为一通百通 您一看padding的用法 您就知道margin的用法 完全的一样 稍等 我这给您拷贝一个 横线过来 他们的写法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仅仅是由刚才的P 变成现在的M 其他的区别完全没有 好 咱们试一下 拷贝过来 让我整一下代码 好 在下面会出现一个 还是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对吧 然后咱们一点点考 这个我就考得快点了 因为讲的内容都差不多 咱就不太占用朋友们的时间 margin10 大家请看 它并不是在里面出现10 而是在这个元素的上下左右 各出现一个margin边框 对吧 这是和padding的不同的地方 它们两个呢 各有各的用处 没有好坏 各有各的用处 那么上面又再给我出现一个编白 mt 看网站标题 当然现在看不出来了 因为和上面重复了 对吧 好 咱们再来 ml 看3的位置 l它整个元素向右错位的感觉 好 咱们接下来再看mr 看这个网站四标题 这是没有变化的吗 为什么没有变化 对 是因为它左边已经左对齐顶到头了 所以说它就不会再做了 好 接下来 mx mx是设置两方向 跟刚才咱们的p是一样的效果 看这5的位置 是吧 没有问题 好 然后my是设上下 一通百通 看6位置上下都有了吧 对不对 OK 这就是大概的使用方法 为什么我今天专门用一期给您介绍 其实比较简单的这个css 是因为这些个概念真的是非常的常用 您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然后呢 我最后最后再给您sub一下一下 干什么 咱们再看个boulder boulder也是除了这个pm 编白margin之外 也常用的这么一个属性 我在设计方那时候也是经常用到boulder 对吧 尤其是在图片的周围 咱们画上一个boulder 对吧 就是用这个css样式 看一下 我现在给您画 咱们就快点画了 boulder是用方式和p和编白margin等等 都是一模一样 也是分上下左右 画线都是没有问题 像这个 咱们画四个粗 然后是个点线 都没有问题 我这个VSCode总是给我 报这个提示 其实是有点问题 我开发时是很方便 但是给您做科件的时候 他总是给我报这个提示框 是有点小麻烦 你看他老不出提示框 大家请看 每个boulder颜色 包括这个样式都出来了 是吧 我就不给您做太多的详细的解释了 为什么 因为他使用方法和margin拍点都差不多 也是分为上下左右 颜色设置都没有问题 咱们看到效果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看 简单的效果出来了 像这个4 我是在这个小边的位置加一点颜色 为了显示咱们这个是小标题的效果 5加在了左边 4加右边 对吧 就是咱们加boulder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不错 再比如说像这个4的位置 找到4 咱们加点小标题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 比如说 鼠标呢 比如咱们再加一个mr-2 空两个 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写错了 不是mr是pr 空两个 大家请看 这稍微空哪 距离得出来 对吧 然后5呢 咱们再加一个pl 给您加pl 空三个 好不好 咱们一般设计 网站小标题 不都这么设计吗 这边有一个小的 带颜色的竖线 然后后面是一个标题 中间加了空格 用这种细微的设计调整 就能够实现您网站的效果 所以说 今天做一期视频 分享给大家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所有的内容了 边白与边框 包括后面的boulder 边框线 对吧 都是非常重要的 CSA的样式 您一定要掌握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